你好我是小花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是10月10号的国庆日 今天是我们的 星剑战径困难画本 野儿开放的日子 所以下面来跟大家拍一下 我们的野儿的部分 好了如果你有看过 我之前忙完的那个影片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野儿是一个非常好打的画本 在我们星剑战径中 就是有一些的boss 其实非常好打 只要配合好就可以了 尤其只要你输出足够 这是主要的部分 那野儿的部分呢 其实也非常好打 在我的忙完部分呢 我的功力也不高 因为我只有金霜 但是我们也通过 但打第二遍才过 因为第一遍其实有一点错 如果你有看到的话 首先来跟大家讲一下 野儿的技能的部分 野儿会在我们的 雪条大约在90到80%之间的时候 会出三个泪阳之青 出完泪阳之青的话 如果你输出比较高 他的第二个技能 就立马出来了 会选择随机三名的 输出套路的玩家 然后召唤枯枝 这个时候有捡 那个烈阳之青的人 就跑去枯枝旁边 给他燃烧 然后就解了 如果没有解的话呢 野儿会在倒计时之后 然后放招式 这个如果防御够高的话 还能活下来一次 但如果不烧掉的话 就会再放第二次 然后就出去了 像这样的随机点名的 三名玩家 跟需要捡地上的 烈阳之青的 三名玩家需要六个 所以你的容错率是多少 应该算得到吧 然后第三个是我们的孔雀 在前两个技能 出完之后呢 就会出孔雀 这个孔雀 会出在我们的这个 地图的正中央 会在正中央 所以要他出来的时候 就立刻要把他打死 不然他会放全场伤害 然后呢 最后一个这个呢 是在我们的血量 在低于30%的时候呢 也会放这个万魂金刺的部分 万魂金刺的部分呢 就需要我们的痰呢 就是大家记得 我们防御套路就是我们的痰呢 要把我们的痰 拉离我们的中心位置 为什么 如果你放在中心位置 他跳刺出来的话呢 你到时候捡烈阳之青啊 包括还有孔雀 你会打不到 靠远攻啊 而且非常难走位 因为他那个万魂金刺 非常的痛 所以呢 大家不要忘记了 然后所以只要这个能过了 就是小问题 我们会建议痰 要拉到空气墙哦 随下面来看我们准备打咯 好的一样的 我们在进入画板的时候呢 首先要准备的是站位哦 大家可能觉得小花有点啰嗦 为什么要站位呢 因为他的地图就那么大 如果你没有选好站位的话 在有一些智慧要跑动的时候 你会变成一团糟哦 而且奶也没有那么容易 可以奶到我们该奶的人 好啦 首先呢我们一开始就是一样 是点上我们的八荒的枫叶 然后疯狂的输出boss 在boss学条90%的时候呢 他会来到我们第一个技能 叫烈阳之青的部分 就是这个烈阳之青呢 在地上会有三个 我们一开始的部分 希望大家每个人都去剪哦 就设定几个人去剪 可是很难哦 靠近人去剪 剪完之后呢 就会来下一招 就会有这个藤蔓的部分 会随机选择三个 有输出套的人 然后捆绑 那我们有脚下踩到烈阳之青的人呢 就给他点燃那个藤蔓就可以了 点完之后呢 就会出现我们的孔雀啊 要快速把孔雀打死 他有20秒倒计时 CD时间 如果你在这个时间之间 没有打死他的话呢 我们的boss就会放全屏的 团灭技能哦 所以一定要选中他 如果你选不到的话 要点目标 我在打的时候 刚好我有点KK的 那个网络不是很OK啊 有几下我都选不太到 大家还是要注意了 那地上紫色技能不想跳的话呢 就可以按格挡啊 好了 因为我们打的输出比较快啊 又来到下一波的这个 烈阳之青的部分 这个眼儿其实很好打 他就一直在repeat这样的技能哦 就是点燃 就先去踩 然后点燃 然后出孔雀 一直一直循环这样的技能 然后放三角形范围之内的这个 技能跟直线的技能哦 其实非常容易打 其实只要在血量呢 30%之前 他都是固定这样的 所以你只要照这个制式不停的走 然后拿好我们的坛就好了 然后当然啊 在我们这个画面当中 我们这个队伍比较特殊哦 我们刚刚组了三个坛 因为大家习惯一起打哦 所以组了三个坛 所以在输出上略有一点点不太OK哦 那我们的坛有主要的来坛的人哦 那我们有前面在开始竞争打的时候呢 就跟他们说 坛的人 我们要控一下我们的输出哦 就是我们在打的时候 我们这几个人 大家都是有在控输出 因为怕输出的太快啊 可是没想到 在我之前打陆服那个 我只有金霜头衔的时候打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打得挺快的 对不对 好像挺轻松的 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哦 可是没有耶 我们打台服居然 哎 我觉得已经很不好打了耶 这样的输出状态 在我们这个 这是我第二次拍的影片 因为我第一次忘记按录影了 我们打第二次 反而比第一次失误还要多 你就会发现我们的画本 越来越不友善 然后知识真的是 越来越讲究了哦 这还不是最难的心见战境哦 最难的心见战境的画本 在我们的赫王跟期末 我们的十个人都要配合 如果不配合的话 嗯 像这样的画本 还有两个人 还有偷懒的空间 比如说奶 只要奶就好了 好的 我们的水条在37%左右 时间快接近30%的时候呢 我们就请我们的坛 然后把我们的这个 Boss野儿拉到空气墙的边边一点去哦 我们之前说孔雀会固定出现在中间 对不对 我发现他这个困难是老版本的部分 他没有固定出现在中间 是在旁边哦 在我们点燃所有知识之后呢 你看我们水条来到地域30% 我们的野儿开始要放他的大招了 就是万魂金翅的部分 你看这一张是主人教我的 有没有 他放的时候立刻跳出来 为什么 因为当下我们输出比较快 烈阳之星有出来了 如果你不立刻跳出来的话 那个藤蔓就是被捆绑在里面的人 可能就在那个万魂金翅当中 乃是救不回来的哦 所以你会发现因为输出快的关系 我们的知识走得就非常快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哦 好下面一样就是不停的拉出来哦 孔雀 点燃 就是一直这样一直循环 所以我们的坛呢 在拉位置的时候 就要拉边边一点哦 而且当我们的野儿放万魂金翅的时候呢 就是大家要立刻跳离那个范围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烈阳之星什么之类的都在那一块 而且我们的坛要快速把那个野儿拉开 这样它放烈阳之星的时候 不会留在金翅里面哦 我之前满完的版本就是有在那个金翅里面 根本就剪不到 所以要快速的点燃 然后呢再打孔雀打死 把我们的野儿拉出来哦 到最后在雪地域10%的时候 疯狂的按上我们的八荒蜂叶 然后再按上星法春花 就把它灭了 然后救过了 那我们这一关成就的部分呢 就是要点燃所有的木枝啊 不能让那个它的狂暴 只要点燃之后呢 成就通过会拿到属性蛋的部分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关于这个 新阵暂停困难部分的解释了 有没有对你有帮助呢 大家在打这个画板的时候 还是要特别注意组队的部分 如果你的输出不是太高的话呢 记得要带三个奶哦 然后坦的部分其实两个就好了 刚刚我们的配置比较特殊的三个坦 那我们是因为想要打稳扎稳打的部分哦 所以有点小小的可惜 没有拿到那个排行榜的第一名 但是也没有关系哦 未来还有很多画板在等待大家啦 好啦今天影片就这样啦 希望我的影片对你有帮助哦 如果我的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 可以帮我订阅分享按赞下巴 下周三的小凯要出来了 还有七十八集哦 七十八集开了天波幅的一百五十层 你前面打过了吗 加油加油哦 下周三有八个天涯寺等着你来领取 那么下个影片再见啦 再见 再见